坑坑巴巴的路面 让行驶的车辆上上下下 宛如越野般的惊险刺激 这里是有基隆乱路王称号的 迈进路三项 这条壮观台北社区维俄连外道 因为土地产权属于失人 基隆市政府始终无法进行重铺 为了解决这一项老问题 经过立法院蔡司英多次协调 土地所有权能 行驶建设与带馆的松府建设 终于出面同意 在年底前重铺路面 改善道路品质 这个并不是市政府 现阶段违管的道路 那当然对于私人的地主来讲 他也会觉得说 目前他在这边 要做这样的维护 退职对他也产生很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经过我们多方的沟通之下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 凯玲议员还有勤政议员 我们大家在努力的沟通之下 事实上地主今天也愿意出来 跟我们一起来开这样的一个协调会 也表达出他愿意来协助这个道路的一个铺设 那我觉得对于这条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那当然这里面包括去公所 跟国产署 我也非常信心 他们能够来协助来配合 那我想我们会 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尽力来跟他协调好 他们预计工程的一个时间 那我刚才提到说 希望最晚在年底前能够完成 我想就不要再拖下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居民的用路品质来讲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帮助 长期争取重铺道路的金融市员 郑凯玲及秦真 也非常感谢蔡世英的协助 让这条号称 基隆最烂的道路出现改善的契机 麦金路三项这条道路 号称我们金融市最破烂的道路 当然了蔡世英立委 在中央一直不断的努力在协调 现在我们现在地主新石运输 也愿意出钱 他们自己愿意出钱 来帮我们重铺 或者是局部的铺设 重新把这条路弄好 希望说我们这条道路 能够让我们壮观里的里民 能够回家有一条非常稳当的 一个平坦的道路 我们很诚恳的告诉我们的里民 今天我们这个事情 由我们蔡立委来出面 做多方面的沟通协调 公司方面也愿意 以公益形象的一个 回馈地方的信誉 来把这个路面铺设 我希望我们 我在天之灵 我们洋里长 能得到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心灵 这一切我希望说 在短情之灵 大家赶快来把这个工作完成 日前因为车祸过世的 当地壮观里里长洋天发 深浅一直希望 这条道路能获得解决 不再有人摔车受伤 以双王夏兰表示 道路能顺利重铺 可堪告位 里长在天之灵 想不到委员这一次 竟然能够这样 这么快的时间召集 让地主 让我们的名义代表 我们的议员们 可以来协助这条路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只有一个 安全回家的路 那我等一下到小林堂 还会去跟他讲 就感谢曾经为这条路努力过的人 除了在年底前重复这条道路 蔡世音表示 未来他会和市议员一起努力 希望能有彻底解决的方案 让壮观社区居民 拥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记者张其腾基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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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